超级大逆转 奥沙利文2比5落后连下四局逆转击败西金斯 决胜局更是轰下全场最高分 真是太牛了 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四分之一决赛 奥沙利文2比5落后连赢三局 把比赛拖入紧张刺激的决胜局 西金斯手感便选择冒险进攻 不过没能拼进 火箭也选择进攻 红球漂亮近代 白球也叫到了篮球 拿下比赛的机会来了 我们来看火箭如何抽丝剥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这一赶打完 形势已经更加明朗了 台面上的红球分布相当漂亮 这对于火力全开的火箭来说 几乎没有什么难度了 打完这一球实现了超分 打完这一球实现了超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样奥沙利文就逆转击败西金斯晋级四强 我们期待他半决赛带来更精彩的表演